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胡奇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19集 今天给大家分享NA的一组战斗员还有侦察员的组合包 它们分别致敬到变形金刚的变速箱 还有挡板 那规避版权的关系呢 这个变速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战斗员菲力 那挡板的话呢就叫做侦察员盗盾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一个人 就是变速箱 那玩具本身的话呢 一如NA的小巧精美 而且它的体型呢 一样是做得非常小的 我们拿出一个官方的核心戟 沾在它们中间呢 真的是一个大个子了 这似乎是不是也是 它们里头应该有的比例 震波的话要比这两个家伙要高大得多 那么玩具本身的表现也是非常优秀的 首先我们来检查一下 它的一个关节的紧实度 非常的不错 这样子 虽然说是因为零件小 但是它零件也不不少 能够维持这样子的稳定度 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那它的造型来说 脚的这个部分稍微碎了一点 除此之外已经没什么缺点 那它的这个部分的话 这一片部件啊 跟这个身体的后方 它是没有组合卡扣 只是让它放上去而已 那这个脚在动的时候呢 有时候这个地方的造型会碎开 所以在把弯的时候 这一代可能有时候随时想到把它给捏一下 造型会比较好看啊 然后这一款挡板的话呢 我们也给各位看一下它进步的细节 它的两个头雕是不太一样 挡板的话呢 是一个口罩的脸孔 那由于变形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转动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所以它的头啊 是可以像猫头鹰一样的转法 而且头还可以往上抬的啊 然后轮胎的部分呢 有一个藏在脚底板 这个设计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啊 然后另外一个轮子在肩膀上 这个也是符合我自己的审美 那么全身的可动的话呢 手臂平举没有问题之外 还可以上下搓动啊 变形的需要 是有这个连接部位的 额头肌的转动 手肘的话呢90度 拳头本身的话呢 比较可惜是不能够转动的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拳头的话呢 在变形的时候再说好了 然后腰身可以转动脚 前后踢啊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多的一个关节 所以它可以这样往上踢很高的样子 膝盖往下折 大概90度造型就卡住了啊 那么接地的话呢 也是有的这个地方 而且幅度还不小啊 因为它的一个脚底板很大 所以这个人物的站立性 本身是非常非常之优秀的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变形苏香啊 它这个红色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啊 就看上去就比较 比较有一点点质感的塑胶 来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啊 这一对兄弟的变形过程啊 头部翻转180度 腰部呢 也可以先翻转180度 背包的话呢 这里翻转过来 到这边先放着就好 然后呢 胳膊的话 你把它往上面 这里有个双动关键提上来 你以这个轮胎为基准的话呢 旋转这个部件 那这里的话有一个缝隙 这个缝隙松明是有提到说呢 如果你是车变人的时候呢 一定要先把它给往上面拉出来啊 这个是确保说它不会掉漆啊 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 这个部件翻开 拳头给收进去之后呢 往下面折下来 从上面看各位就知道了啊 这个就形成它的引擎盖 这个部件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给顺势推下来了 这边也是一样的啊 先把轮胎转到侧边 旋转这个部件 然后呢 把这个地方给推出来 推出来 拳头给收进去 然后折一个90度角啊 到这边啊 看得很清楚吧 这前方的车头 可以做个组合 侧边这里 直接推进来 到这里 好 再来的话呢 把它的一个侧腹的这个部件 给推出来 你如果把它呢 利用这个双动关键呢 把它推到侧边之后呢 推到侧边 好 推到侧边之后啊 这个地方就会 跑出两个 左右各一个空洞 在这个地方 你看到没有 左右各两个缺口 这个背包就可以顺势放进去了啊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巧妙简单 那么脚底板的部分呢 往外翻出去 然后脚后跟 这个部件把它往前面推过来 这个部件的话呢 打开 然后的话 以侧面这里 你看一下到这边 这里上下是分开的 这一片部件会形成车尾 我们先把这个上半部 就上半部这个部分 往前面推进来 这样子推进来 到这边 这个部件再盖上来 好了 然后呢 这个部件待会再翻上去啊 那 要跟另外一边结合 所以我们就先把另外一侧给变好 脚后跟 给往前面推 侧边这里打开 然后呢 后面这一片部件 记得 这个会变成脚 会变成车尾 我们只要动上面就可以了 往前面推过去 这个盖板到这边 然后两侧的话呢 先做一个简单的组合 这个组合也不是很难了啊 好 扣上去了啊 那这样一来 我们的这个打板 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呢 就算是 打工告成了 我不晓得各位的年纪怎么样 但是呢 我很晓得时候 如果你是台湾的朋友 我不晓得你没有听过 一种东西叫做炮弹飞车 它的大小尺寸呢 就是差不多 就是一根拇指 甚至再小一点的 然后它后方的话呢 有一个弹射装置 这样按着 然后放开 它会整个这样弹射出去啊 反正我是有感觉的 这么小的汽车 我反而觉得呢 拿在手上的感觉呢 特别不一样 而且它身上有这个 明显的这个锚钉 这个看上去的质感的话 就比较有我们小时候 那种比较重视 手上的重量感的那种玩具 那两个造型的话呢 其实在车型台上呢 看上去几乎是一模一样 如果你硬要挑的话呢 引擎盖上面的裂缝 是绝对没有办法去规避的 但是你想想看 这么高还原 与人形的一个造型的话呢 你在拆成车子的时候呢 这种情况是一定会出现的 而它的一个车底板有点意思啊 你看看 这个挡板的话还好啊 可能看到额头 不觉得有什么 但是这个变速下 你看到这个眼睛 就觉得这有点 暗中观察的感觉 这个充满了一种喜感啊 那车窗的颜色的话呢 我自己觉得吧 这个黑色是固然有个神秘感 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金属蓝色 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呢 它依然是一个非常标准 NA水准演出的产品啊 变形非常的精妙 然后人形跟车型的涂装跟美形度上面的话呢 都是高水准的表现 如果各位行有余力的话呢 这一套小汽车的兄弟呢 我还是蛮推荐大家带回家的 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期待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